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聊聊这个系列 它就是在国内最受欢迎的系列第二作 于1992年推出的 富标TV死斗者的镇魂哥的《怒之铁拳》第二代 可以说拥有着超大幅的进化 首先保留了一代中 瘦身以及不同方位的投机等特色系统 取消了有些破坏游戏连贯性的支援系统 而增加了新的动作技能 并且调整了人物的比例 优化了场景 以及增加了大量形态各异的杂兵 最重要的是 本作可选的人物终于有了明显的性能卡意 新登场的麦克斯 移动速度缓慢 却有着爆炸的攻击力 而另一名新角色艾迪 则拥有着本作中唯一可以加速跑的能力 可以说如此的进化 也让本系列彻底的成为了 MD平台上最优秀的轻版ACT大作 此刻拥有MD主机的你 是不是早已经忘记了快打旋风呢 好的 说回正题 那么素质极高的二代 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 故事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一代的最终boss X先生并没有死 不仅再次将城市搞得鸡犬不宁 更是直接绑架了一代黑人角色亚当 准备布下陷阱等待着主角们的救援 主角阿克塞尔自然知道这次救援会十分凶险 于是请来了自己职业摔跤的朋友迈克斯 而亚当的弟弟艾迪也自愿参加这次的救援活动 于是格斗四人组初步形成 本作的场景异常丰富 而且这次X先生也是花重金请来了许多的高手 我们一路从酒吧打到竞技场再到海滩 最后打到敌人的巢穴 我们在升降梯中打败众多的敌人后 会迎来X先生最强的手下 他的实力可是不容小觑的 而最终的boss显然自己并没有什么长进 攻击手段则跟前作几乎毫无变化 最终我们打败了他 然后就迎来了大团圆的结局 解救了亚当之后 一行人离开了这座岛屿 往往大反派都是很难死的 X先生也许会在下一部作品中 再次给社会和主角们带来灾难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 本作比较可惜的取消了坏结局的设定 好在如此强力的进化 也让《怒之铁拳》系列 真正具有和快打旋风扳扳手腕的实力 而本作更是已经确定会收录在 今年9月发行的迷你MB主机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了本期就说到这了 那么集大城之座的第三代 又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篝火营地 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